欢迎您的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他地区均为29至31摄氏度 没想到进入冬天还能感受初夏的气温 与往年相比 这个立冬的体温明显偏高 气象学上日平均气温连续5天低于10摄氏度 才算达到入冬的标准 目前湖南尚未达到这个标准 持续九情五语 致是郑州 永州等地旱情较重 目前湖南全省有42万人 12万牲畜 出现临时饮水困难 150万亩农作物受汗 其中蔬菜 柑橘等经济作物受汗影响最大 另外呢 今天在河北 北京 还有四川等地 还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大雾天气 高速公路还有机场运输 也不同程度的受到了一些影响 今天金金记地区被农物包围 凌晨起金金堂 金金 金平 金石 金开 金神 等七条高速公路封闭部分地区可见度只有一二百米 对交通造成很大的压力 白天雾气影响有所好转 但能见度依然不够好 在河北大雾预警警报从黄色提高到橙色 河北已有九条高速公路临时封闭 河北省部分地区能见度低于五百米 石家庄机场进出港航班也都因此延误 直到中午十二点半以后才逐渐恢复航班 早晨七点半成都南面的成雅成乐高速路口的各收费站入口处等待的车辆排成了长龙 路旁的提示牌上的滚动字幕显示 因农物高速公路关闭 由于排队等候的车辆众多 交警部门也派出交警在维护秩序 到上午十一点半农物终于散去 各高速公路恢复长